李生志考上了航天大学 有一段时间下课出校门总会遇到一个疯子 为了更先进的火箭推进方案 我发现一个更轻便的航天材料构想 疯子眉飞色舞地描述着 李生志会停下脚步倾听 也让李生志更加坚定自己进入中国航天的梦想 这人有病,你理他干啥呀 同学每次也都会拽着李生志匆匆离开 听那疯子讲什么 同学的脸上写满了厌恶 就这样持续两个月 每次李生志和同学们下课出门 都会遇到这个疯子 疯子也会津津有味地讲着 他对航天的热爱与实际科学的构想 直到李生志的步伐在同学的拉扯中消失于黑暗 再后来,那个疯子消失了 李生志感到心里竟然有点空落落的 这时候新闻推送了一个消息 一男子测试自制载人火箭 在推进过程中爆炸身亡 李生志和同学都认出了那个疯子 就这还将火箭推进 就这,同学依旧满脸嫌弃 李生志在一旁没有吭声 辅定与嘲讽真的很容易 我不听只有这个疯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